最近全世界火到不能再火的遊戲 精靈寶可夢GO終於被成人營業盯上啦 不過這次拔得頭籌的不是日本 反而是惡搞出名的美國成人片商 影片則來一位略顯高大的白人男性 擔任神奇寶貝訓練師小智 在好不容易找到手機之後 他帥氣地換上標準服裝 帽子一戴就出門開始抓寶啦 果然出門沒多久就遇上三隻人型寶可夢 分別是胖丁、小火龍跟比卡丘 接著就用手機丟出寶貝蛋 去收服這三隻精靈 收服了精靈之後 就開始跟手機版的玩法不一樣囉 只見胖丁、小火龍跟比卡丘都被交代捆綁 等著要來服飾偉大的訓練師小智 雖然這部片是世界第一個推出的寶可夢A片 但卻被網友吐槽到一個不適應 認為拍攝的太粗糙了 日本網友則對沒有搶先美國推出 感到相當惡玩 好… 謝謝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